告訴我為什麼你會在這個教會洗禮 我會在這個教會洗禮完全是因為一場打賭 那個時候籃球基本上是我最有自信的東西 我在籃球上遇到傳教師他們跟我打賭說 如果我輸了我就應該要去教會一次 結果非常明顯就是為什麼我現在正在錄這個影片 那我來到教會之後我也感覺到自己的 在世上的很多身份可以變得更好 這是為什麼我持續在這個教會裡頭 因為想要內心很平安的感覺 我是一個護理師啊 我在醫院工作這段時間我發現我的病人 他在面對疾病跟考驗的時候 有沒有一個信仰是關係到他的內心會不會覺得很平安欸 所以我就一直在尋找 那我在跟傳教師接觸的時候 不管是在讀經文啦或者是禱告的時候 我的內心真的都很平安的感覺欸 那傳教師就告訴我如果接受洗禮 這種感覺就能夠常常一直跟著我 所以我就接受洗禮啦 因為我想要一直被聖靈保護的感覺 我決定洗禮是因為我求問神 莫門金是不是本神 然後我得到一個肯定的答案 那另外還有就是 那時候主教會送給新成員一本三合一的經文 然後我對那裡面的內容很有興趣 所以我就沒有拖延我的洗禮日期 然後早早洗禮 在加入教會之前 我時常在參加聖餐聚會時 因為某些成員的見證分享 或者是某種聖事而感動 當時我想這或許就是聖靈在告訴我 這個教會是真實的 所以我也希望能夠透過學習福音 來找到人生的意義 以及應該追尋的目標 而在更加深入了解我們與神的關係之後 我知道天父真的很愛我們每一個人 所以我們背後都有很強大的靠山 我們不需要感到害怕或者是徬徨無助 人生有了方向有了依靠之後 就會覺得非常的安心 所以這就是我為什麼會願意連受洗禮 加入教會的原因 我會試穿 感谢观看